抓那個什麼呢 我們剛剛抓那個 就是我剛有把那個開頭這幾個字 另外除了用什麼用fine之外 其實另外一個方法用slate 其實fine跟slate有點蠻像的啦 slate是 顧名思義啦 幫你把 你要的那些標籤名稱選出來 那他的結構一定是什麼 比如說前面是標籤名稱 點 點的話就是他的class 所以class有沒有 類別嘛 就是跟那個有點物件的概念 點後面就是他的r 有沒有 其實這個就是剛剛我們寫的那個 就是上面這邊有沒有 類似像這樣啦 fine or 所以slate 他有點像fine or 只是說他的寫法不太一樣 但是他有多一個東西 什麼東西 就是說如果你還要在下一階的話 你可以再多個a 有沒有 這個a的tag 裡面的一個屬性 屬性是href 這樣他可以幫你把所有東西找出來 可以啊 還可以再下一層 還可以再下一層 對 用那個啊 大於 把他寫在中間 slate 當然每個人習慣的用法不一樣 我的習慣還是用fine 反正我還是一層一層的去撥 因為我比較是屬於那種循序的那種人 反正你是不要給太多東西 太多東西我可能會 會做錯 啊這個方法是說 如果你有很多層 你就一層一層的把它 找到 他就幫你把那個東西slate的到 slate就有點像那個 選到的意思啦 選到就全部幫你選到了 所以兩種方法 可以回去 多 嘗試看看 這兩種方法已經是目前 我們所知道的 如果 不是用花錢買的 應該算是 最簡便的方法 其他當然還有更簡單的方法 不過方法有的時候 需要花費的 有沒有 你如果說要更好的方法 其實有第三方的那些 原件 或者一些 package寫好的 但是就是說有的時候 這些東西 如果你 你需要 國外有 但是你可能要花一點費用 我覺得是合理 如果他可以快速幫你解決一個問題的話 OK 那待會的話呢也許 我們再來看一下 你們兩個sp是嗎 哪一個 這個嗎 沒有sp是把我們抓下來的網頁 丟給他去選取 沒有 這多一行 對對對 你眼睛比較利 OK 沒看到 多寫一行 把那一行刪掉 OK 好 大概就是多一個這個 就是slate方法 所以把這個slate 這個把它mark起來 回去如果說 有 時間的話 你可以自己再去 把它try一下 這部分 這個 好 那待會的話呢 我們來 試一下 就是說 請各位呢 再去抓取什麼 抓取那個 台銀的外匯 台銀外匯 我想不只是台銀外匯 可能 蠻多家的外匯 最好你可以 每家外匯全部抓過來 然後比較一下 把它排個序 你就知道去買哪一家的最便宜 OK 那 當然這個外匯 我們 如果要把它抓下來的話 那一樣 我要去什麼 去分析它 那抓的方式的話呢 當然 雲端上我有做一個說明 但第一個 一樣 去把你要的東西抓過來 可是 抓完之後 我希望 幫我顯示出來 就長這樣子 有點像 把 上面的東西 把它直接列出來 不列出來 其實有點麻煩 裡面的話 一樣是 有點像剝洋蔥的方式 先找到 第一層 第二層 第三層 所以你要怎麼樣 先到那個 台銀外匯 然後按F12 F12的話呢 接下來就把什麼 把你要的部分呢 不過你會發現 它好像縮小之後 會 會變成有現金 拉寬之後的話 極其才出來 所以這邊有個 JavaScript 它會自己在那邊 動來動去 所以這個可能 最好是把它放下面 否則的話 它很容易就會變形了 接下來的話 當然一樣 你可以用那個箭頭 去找到你要的東西 外面的話 大家也這樣一層一層一層的把它抓出來 然後呢 去分析什麼 你要的東西 他這個叫什麼 我要的是 第一個 必別 所以必別的話呢 他叫DIV 然後後面叫什麼 Hidden 一個 Fone Printershow 這個名稱 底下這個是不是 這個也一樣 所以基本上呢 如果你把什麼 DIV 點 Hidden 的這個名稱 全部抓回來 就是他的名稱 第二個的話呢 再來什麼 追過來 這個叫什麼 他這個TD TD裡面的話 還有什麼東西呢 HTD 所以呢如果你把TD裡面呢 叫這個名稱 叫什麼 Rent Content Cash 這邊有一個 這邊有一個 而且你會發現這兩個名稱 是一模一樣的 OK 有沒有看到一模一樣的 所以呢 這個跟這個一樣 這個也不一樣 這個不一樣 這個叫什麼 叫Hidden form 這個叫 這個一串名 反正 我分析的結果 你們等一下看一下 這個 自己一個 這個是兩個一樣 這個是兩個一樣 OK 下一個 又一個 這邊又兩個一樣 這邊又兩個一樣 所以 待會可能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你要把它列印出來 長得像我們畫面上看到這個結果的話 可能你要想一個方法 剛好print的出來 就是 先把標題先print的出來 再print的一個這個 print的兩個 print的兩個 這要怎麼做 先試試看好了 集齊部分 畫面先 就是現金跟集齊部分 先把現金買入 現金賣出 再來就集齊 買入賣出 分別把它print的出去 這個部分的話 請各位先試 利用 剛剛 講的 其實用Fly的方法就OK 試試看 這個其實我覺得 是真的有點難度 但是問題就是 你要成為爬從高手之前 你要先學會 先爬簡單的 所以如果你爬簡單都沒辦法 你要爬更複雜 更有問題 爬複雜的 其實就是從 簡單的 慢慢慢慢增加 難度 然後呢 再把原來爬不到的東西 再去破解 那個不能爬的部分 就可以又再把資料 爬下來 那後續你當然可以 直接丟到資料庫裡面 存起來 或者是說 你可以轉存成 CSV 甚至你可以轉成 ECL檔 再來做後續的應用 這個資料當然如果你每天都去抓 每天抓 你就自然可以有個例子資料 或者當然 網路上也有例子資料 你可以把它全部抓下來 抓下來之後呢 當然你可以 才有辦法去 去看出說 哪一個 利率的時候呢 是真的可以買 比如說外匯 其實外匯 我偶爾也會看一下 像前一陣子 那個美金 剛好是比較低的時候 對 剛好29 然後剛好他的定存利率又非常高 然後2點多吧 結果我就買了 買了一些 像那個人民幣也是一樣 人民幣在4.4的時候好像比較低 我覺得這時候可以買 這時候買了 也定存 那時候定存好像3點多% 所以其實 好像不失為一種 不錯的投資 而且風險其實還蠻低的 除了匯率 之外還可以賺那個定存的 那個利息 OK 那其實也可以從那個 歷年資料 大概看出大概 可是他還好 現在也有4.6 多吧 而且他定存 也有3點多啊 先不要掛 跟我先 把它 就不外乎就剛剛的方法 就是 我已經知道DIV 所以我剛剛 這個用選取的方式 台英外匯嘛 那這邊是DIV 所以你點他一下 這邊就DIV 所以把頭 KLASS就後面這個 把它複製 有沒有 複製貼 複製貼 貼到哪裡呢 第一個我先 用SP 去Find all 所有的DIV 他底下的這個東西 他就會把所有的名稱幫我抓 就那個美元那些名稱 抓過來 然後呢DIVE的話就是現金 現金裡面的話就是一個TD 有沒有 然後裡面的話就這一串 其實這一串 跟下面這一串好像不一樣 這個是現金的 跟集齊的好像是差別在什麼 這個是 Cash 有沒有 這個是 Size 其他好像都一樣 所以這個 這個地方不一樣而已啦 OK應該看得懂吧 其實我也是直接 你根本不用鑽電腦肩喔 因為這東西就是在上面這邊抓的喔 我不是說憑空來的喔 我其實習慣上就是啦 有沒有放上去啊 然後呢你就點他一下 這邊就出現啦 TD有沒有 OK啊TD應該知道什麼吧 因為一個表格的結構喔 HTML喔 他一定是先畫一個table 所以他的標籤外面是一個table 裡面的話一定是個T 先Tr 所以這個是Tr 那裡面的話呢 一個一個的儲存格呢 就叫Td 所以table 外面一個table Tr Td 就會自動畫出一個表格喔 這個是網頁的一個結構圖喔 OK 要了解喔 那我們就抓到他這個Td裡面這一個 另外那個 我們的這個 集齊的話是這一個 那你會發現喔 他的關係一定是 1 這個是對2吧 這個這個1的話 這個是一定是12 這個2的話呢 這變34了 就是說呢 他的數量喔 是他的兩倍 看應該知道意思吧 OK 就是說呢 我這個匹別喔 會有一個買入一個賣出 就是1對2的關係喔 OK應該看懂的意思啦 1對2的關係喔 所以呢如果今天呢 把GET回來之後 好 這個是名稱 這個是 他裡面的東西 如果說我今天輸出好了 假設我今天 把那個 匹別先輸出好了 你會發現匹別輸出 他裡面呢就是這一串喔 大概就是 這麼多個啦 反正 假設20個好了喔 如果說我今天呢輸出的是什麼 輸出他的匹別 就是放在 DATA1 我把這個mark起來 就是跑一個回圈嘛 把他 用FOR回圈呢 全部把他輸出 那你會發現喔 輸出的話呢 他的 這個DATA 就是 現金的部分的話 一定就會 兩倍 有沒有 買入賣出 買入賣出 但是我如果希望怎麼樣 把那個 現金集齊 能夠輸出的時候呢 看到的結果 能夠是 類似像這樣子的關係 這樣子 就是我剛剛講的 就是輸出的話 能夠幫我看到 類似像這樣子 這樣子 有沒有 這邊一個 這邊要兩個 這邊要兩個 一對二 整齊放喔 OK要整整齊放喔 你不能說 你隨便放 全部print出來誰不會 對不對 最重要是說呢 你要整齊放 或者甚至說你要能夠丟到資料庫裡面 因為丟到資料庫裡面一定要有這樣關係 如果沒有的話你就丟不進去了 所以呢如果要 1 對2的話 OK一個對兩個這12啦 那我就畫 因為我想說 這個要怎麼輸出呢 其實我也想了很久啦 只是說 那個 中間的細節我就不多說了 最後我想到一招 什麼招呢 我就直接 用那個什麼 因為我除了要自己寫出來之外 也要讓別人懂 不然的話別人不懂的話也寫不出來 那他的關係就類似像這樣 我就畫了用Excel啦 應該大家比較能夠理解 就是 如果第一個一定是零 然後現金的話是零一 那如果第二個的話是一 這個是 二三 你要 看懂那個關係喔 他的 他的這個 第一個零一定是跟他一樣 那這個的話呢一定是什麼 所以其實看這個 應該看這個 他跟他的關係一定是乘以2 有沒有 乘以2 那 他跟他的關係呢 一定是乘以2之後 乘以2之後 加1 所以我就用這簡單的公式 然後把那個結果 把它做出來 OK應該可以看懂嗎 只是說 要怎麼把它輸出喔 這個我想請各位 試試看一下 因為我們剛剛跑出來了嘛 所以 Data1 DataName輸出了 Data1輸出了 Data2也輸出了 但是問題我希望全部把它串在一起喔 所以最後的話 我把它串完之後 各位可以看一下 把它串完之後 就可以長得像這樣子 所以第一個 可能要先輸出他的標題 Title 藍會名稱 再來輸出 一個 輸出兩個 輸出兩個 OK 這個我想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第一個先把那個資料抓下來 第二階段就是 再重新做 輸出 那個排版的部分 因為你不能說全部就是 Name先輸出 Data 那個 現金也輸出 全部弄在一起 這樣 一般我想你要輸出 資料到 即便是CSV好了 你也要先把它排版一下吧 然後呢 這個地方怎麼樣把那個版面給排出來 所以我們先抓三個資料 一個是 幣別 一個是 現金 現金有分買入賣出 集齊也有買入賣出 再來就把它print出去喔 變成是 整整齊齊的這個樣子 好 謝謝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